大家好,我是真实君 3月25日,洪杜拉斯正式宣布与中国台湾断绝所谓外交关系 并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后,第二天上午,洪杜拉斯外长雷娜便在北京和中国宣布建交 这种杀人诛心的操作相当于说,我今天跟你分手 第二天就告诉你说,这是我新对象 几乎把台湾的脸面按在地上狠狠的摩擦 反观台湾这边,这种断交操作已经是现在每年的惯例 蔡英文自2016年上台以来,陆续已经有9个国家与之宣布断交 截至目前为止,全世界与台湾有所谓外交关系的 仅仅只有总人口加起来将将超过100万的13个小国在重置门面 26号,外交部营姐在推特发文 181加1等于182,14-1等于13 简简单单的一个数学题,把全球民心所向,历史大势所趋 展现的淋漓尽致 这种看似嘲讽台湾的举动,实则是在间接打美国的脸 因为洪多拉斯自酝酿此事到陈安落定,美国就一直在暗中阻止 从去年卡斯特罗当选洪国总统时,就不断劝告起要兑现自己竞选时不与中国建交的承诺 尽管美国高官多次访问威胁了红国,力争给台湾及自己多留点脸面 但这种隔夜变脸的操作还是狠狠地给了两个人一记而光 蔡英文最后恼羞成怒地召回所谓驻洪多拉斯代表 其拙劣的语言后面得到的只有台湾民众的依据 与其责怪别人,不如反思自己 从台湾的断交室来看,教员曾经是五国 联合国只能有一个中国,如果联合国有台湾的代表 我们一万年也不进去 这句话很快也意念了 中国进了联合国并在1971年成了武昌之一 而我们入武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台湾从联合国给踢出去 也是从那时起,台湾变成了一个孤权在国际上的地区 台湾地区在世界上的朋友越来越少,别说一众小国 连最支持他的大哥老美也为了国际利益与他断交 他却还甘心当老美留在亚科一颗影响统一的老鼠史 而这些年,在解放台湾问题上 表面上看,我们是在和台湾当局斡旋 实际上,是在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在暗暗较劲 美国为了保证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利益 明里暗里都在阻止着台湾统一 从朝鲜战争时期第七舰队迁入台湾海峡 到2022年,佩洛西窜访台湾 美国在台海两岸统一制造的阻碍已经是众人皆知 面对这样复杂的国际形势 可能会有朋友会问,那中国是如何应对这些的呢? 而这就是真实际今天想说的 作为民众,我们总是抱怨我们只会在国际上进行抗议,缴舍 现在看来,我们目光确实是浅了 从1971年把台湾踢出联合国,到洪多拉斯宣布与台湾断交 这么些年,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似什么都没做 但实则,我们正在下一盘孤立台湾,兵不血刃的大旗 1978年,邓公在面对国外记者问及关于钓鱼岛归属问题时 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我们对一代人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到一支意见 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就留给后人去解决吧 把小平同志这句话放在台湾问题上 解放台湾这肯大旗的轮廓,就逐渐浮出水面了 前几年关于解放台湾是武统还是文统做过一个民意调查 几乎90%以上的民众都主张武统 而我们如今确实也有这个实力 但在领导人这一层,选择武统一定是下下策 毕竟两岸同胞打断骨头连着筋 中国人打中国人的事只会发生在过去的蒋介石时期 绝不会发生在今天那位国际小兵 美国也巴不得你进行武统 给自己进军台海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 种种技巧来看,我们对解放台湾问题上一直在努力 努力什么呢? 努力者怎么用付出代价最小的方式去解决它 从促成伊朗沙特握手银河到红国建交 在国际上,我们就像在下围棋一样 把台湾的生存空间一步步压缩 在发展上,我们对内坚定改革开放政策 对外只帮助不干涉他国内政建设 一步步的拓宽我们的影响力 在军事上,我们可以以战斗的姿态随时给予台湾当局压力 当台湾所谓的邦交国从目前的十三差变成零差时 在世界上,它就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孤雅寡人 到那时,再通过对话及谈判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那就会比现在迅速多了 因为你世界上都没有朋友了 谁又甘愿一辈子当美国的小弟呢? 也是在这几招攻心阳谋之下 台湾社会也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当今形势 到底是谁对台湾真正的好 谁又是在利用自己 说到对台湾的好,真实均是有过亲身感受的 我有一个在台大读书的朋友 有一次他和台湾学生一起代表学校到大陆进行交流学习 在接待方面,我们做的绝对比任何民间来访团都要好 不仅有专门的对台办公室负责 衣食住行都会安排好 而反观我们这边 如果要去台湾那边交流学习 差距不是一顶半点 曾经的我有些气愤 现在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就释怀了 台湾是一个漂泊海外的孩子 多年前因为某些原因 母亲不小心把他弄丢了 现在母亲强大了 希望孩子回来 要对他好点弥补孩子心理的伤 台湾社会目前对于统一的过程越来越大 3月27日,前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将帅团来大陆进行交流 就是在向台湾当局和国际上设置的信号 我的家在大陆 我是湖南老乡 也正是拥有这样的普遍共识 让兵不续任的解放工作有了新的方向 在两岸统一上 历史方向是大势所趋 美国连自己的后院都搞不定 还做着调量小丑的事 现如今中国大陆的经济已经形成接近美国的规模 而台湾的一众所谓邦交国都是小国穷国 如果他们为了一点可怜的援助 长期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却和一个联合国不承认的伪政权混在一起 这相当于在贬低自己以大势为敌 最后借用一句老话 使食物者为俊杰 在中国大陆这张智慧的大秦之下 台湾所谓的邦交国被替光头是迟早的事 而兵部许任的统一也是迟早的事 好了我是真实军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今晚有所得不准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